看来群众质询评议对于一把手来说还真是个紧箍种 每年的评议大会结束以后 当地纪委都会下达限期解决的多半单 电视台等媒体也要开设专门的栏目跟踪报道 这次考场内外通过电话微信短信一共是提出了1000多个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对应的部门单位不给解决 将会纳入到2014年期末考试的考评当中 尽管从会场到单位傅晓秋一直一脸严肃 但当他会后从办公室出来面对尽头时再也绷不住了 这个确实有压力 因为市委政府吧 他确实我们家不是这个经济状况吗 所以一年差的收入可能大概也就是可支配收入 大概也就是10个亿左右 然后今年的一下给我们教育投了1.2亿 所以所有的条件全改善了 然后498个人的工资也都解决了 教师指称也想兑现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也挺亏对于市政府的 亏对于市委的 就是对我们这个工作这么大力的资格投入 第二天一早 教育局向加木斯的一些重点中学派出了督察住 我都觉得呢查处不是目的 关键是怎么样疏导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是我们有哪些东西没公开 或者没公平或者没公正 所以我们在自己也在做监讨 跟校长们也在讲 过几天我会整个出台 2014年加木斯教育阳光分班的一个指导性意见 2013年加木斯对排名末位的加木斯烟草专卖局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进行了界面谈话 对连续两年排名末位的达尔凯城市供业公司 黄牌警告 虽然考试不免总有排名的先后 但是近三年来 加木斯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考试的平均成绩 确实在逐年上升 从2011年的72分上升到2013年的84分 这也说明百姓的整体满意度在逐年提高 您就位企业家当时提这么多尖锐的问题 就是想不想心里有没有什么负担 这个事我也想过 肯定是有些负担 有些负担 但是呢 咱更重要的呢 我也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呢 咱是个党员 因为党员就要有党性 就见到就是不良的问题呢 你得敢说话 你要不说 他要不说 那咱们这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是吧 你要不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你当那个平均代表 你不够格